这个也是这个技术是一方面 情商是不是也很重要 你上班以后你这个单位里面能不能混得开 能不能很快的升职加薪 是吧 这很多技术上是一方面 人家打交道这个关系 是不是也需要锻炼锻炼 光门头学习 27期毕业就在跟前 多好的条件赶紧问他们 是吧 那毕业了那马上就快毕业了 在时候你想找人 问问一些 你想知道的一些东西也没机会了 好了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 炭工具 那炭工具呢 它可以解决我们刚才讲的那些工具的一个问题 就是它不能把多个文件 或者是一个文件家打包 炭呢 专门用来打包的 实际上炭的这个命令的用含义原来是这个意思 叫tape 什么意思啊 tape是磁带的意思 磁道也归岛 那这个炭呢 是原来把数据 把它打包到那个磁带里的 那为什么要用磁带呢 因为早期包括现在很多情况下做数据备份都是把数据备份到磁带的 当然这个磁带是我们数据备份的这种硬件设备不是以前咱们放录音机那种磁带啊 不过长得很像也是那种结构 不过它是放数据的 当然磁带的话呢 特点就是容量大 便宜 当然缺点就是速度比较慢 就是以前呢都是用磁带来做数据备份的 所以这个工具呢 也是我们现在常用的工具 所以我们有时候经常说备份 有些老工程师都喜欢不说备份 他说什么呢 他去把数据他一下 他一下数据就是备份一下数据 老这么专业的称呼这么说 他 那接下来呢 咱们来看看数据的这个打包如何来实现 那打包呢 可以用他 杠C选项来实现 杠C 它可以用来实现打包 C表示创建的意思 C表示创建 把这个文件进行打包 打包到哪个文件里 你要指定文件名 所以要用 TAR 杠C 让我们来看一下选项 小C 这么多 然后这个选项很多啊 当然我们掌握几个基本的就够了 大概这个C呢相当于长格式的Creator 就是创建一个打包文件 所以我们在打包的时候呢 要用TAR-C 那打包到哪个文件里呢 要写个F表示后面要跟打包的文件名 那文件名 比方说我叫TAR 叫DATA 对哪个目录或者文件打包呢 可以写目录 直接就可以这样写 这样的话就把这个目录整个打包了 打包的时候呢 当然我们是不是希望 打包的时候这个过程能观察观察 所以V用的也比较多 可以看到过程 另外打包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希望保留它的原有属性啊 所以有一个P 没有了吧 这些是我们经常用的选项 CVF 加上P保留属性 保留它的每个文件的属性 好了 这就是打包 打包完了以后 这个文件 它和原来的目录相比较 这是原来的目录大小 2.4兆 现在这个文件 打包完了以后 它多大呢 2.3兆 说明 TAR这个打包 它并不是压缩工具 听懂了吧 它只是打包 也不起到压缩 另外我刚才说到这个压缩的事啊 刚才有同学就压缩了一个 MP4文件 注意压缩 也要挑文件来压缩 不是什么文件都适合压缩 你们在Windows里用VR压 这个VR压工具 可以压缩 但是你压过MP3文件吗 电影 RMVB的 这种后缀的 你压缩过吗 你压缩也没有用 说实在的 没有什么压缩效果 因为它本身就是压缩格式的 听懂了吧 所以我们不要尝试对那些已经压缩过的文件进行压缩 并不是Windows或者LX特有的 这是什么压缩工具都这样的 那你可以想象如果真的有效果 那我干嘛不这样呢 我用XZ压缩成XZ.XZ 我再用它再压缩成XZ.XZ 难不成我跟它压缩一个字间 对不对 那不可能呢 对不对 所以压缩文件 你要看文件类型适不适合压缩 一般来讲 那种文字性的适合压缩 你像我们在网上看到那什么GPG的 这种压缩比也不高 有些文件的压缩比比较高 比如说TEST这种文本压缩比比较高 HTML这都是压缩 因为这都是基本上文本形式的 这压缩比还都可以 所以压缩的时候不要随便找文件压缩 要看文件类型适合不适合压缩 那刚才我们提到了这个打包 这是打包用CVF 那打包完了以后 我还可以预览一下里面的内容 那么T是预览 注意啊 这个选项有一个小小的一个 它命令有一个特点 就是一个杠加不加都行 你不加杠也行 所以我们用TVF 我就可以预览 DATA里面带有的这个文件列表 看见没有 它是预览啊 预览 那当然预览也可以解压缩 解压缩的话呢 用X X就是解压缩 它解压缩的话呢 默认是解在当前目录下了 明白了吧 那现在我也可以把它解到一个别的地方去 比方说我们解到 MNT下 你要解到别的目录下 有两种方法 第一种方法 直接在解压缩的时候 指定文件的名称 由于我已经默认进到这个目录里了 所以它默认是不是就解到这个目录里了 这是一种方法 你看是不是现在解开了 看到没有 DATA是不是在这里面 除了这种方法 咱们也可以 也可以这样做 也可以这样压 我已经在这个路径下了 所以不用写路径了 我也可以指定 A-C作为目标解压缩的目录 这样说我们在这 这样也可以 -C可以直接指定到哪个文件夹里面解压缩 大C 刚才不是小C代表这是打包用的吗 是吧 这是大C 这是刚才我们提到的打包 当然我们将来肯定是希望不仅打包 是不是顺便压缩一下 我们就可以用刚才说到的这个选项 这个我们加上配合一些选项Z Z它相当于打包成GZ后缀的 所以我这也要加个GZ 这样的话我们是不是就既打包又压缩 当然你也可以把它 有些人可能会缩写成这个写法 这个后缀也行 但是一般更多的是这种写法 这是打包成GZ后缀的 还可以把它打包成BZ2后缀的 还可以把它打包成XZ后缀的 不过这个地方打G 好了 你看 现在我们比较一下这三折 看出压缩比的了 我们再次发现 是不是这个确实压缩比高 那要解压缩怎么解呢 这些解压缩的功能 效果和刚才我们说 基本上一样 解压缩我刚才我们怎么解的 XVFO吧 解的时候这也一样 你只要写对应的文件 不论是什么格式 就是用这种方法通通都可以解开 虽然压缩的时候 我们需要加上对应的选项 来表示用什么算法来进行压缩 但是解压缩是不需要的 解压缩只要跟上XVFO 管你什么后缀呢 通通都可以解压缩 听闻了吧 看又解开了 听闻了吧 这就是TAR命令的 比较常见的这些用法 看到这些提示了吧 XZ是大G 小G是BZ2后缀的 Z是GZ后缀的 好 那这些用法掌握了 那么TAR的常见用法 咱们掌握这么多 暂时雇用 那接下来呢 咱们来看看 在有些场景下 由于TAR打包的文件 计时加缩之后仍然过大 不利于我们在进行复制的时候方便 所以我们可以考虑 把它切割成若干个小文件 当然打包的时候 不仅可以打包目录 它还可以把目录中的特定文件 做过滤 做排除 所以大家看是这样的 它这有两个选项 G-T-X G-T表示我要去 把哪些文件打包了 而G-X正好相反 是什么 是哪些文件不打包 听懂了吗 就是排除 比方说 我这可以包含一个文件夹 这个文件里面我写一个文件夹 但是呢 这个文件夹里的特定文件 我想把它排除了 不去打包 那你就可以把这些特定的文件 放到这个文件里面去 从中进行过滤 那现在比方说 那现在比方说我们来看 我去建一个文件叫list 这里面包括etc 包括boot 好 这两个文件夹 还有一个叫 不去打包的不去打包的文件 我把它排除了 这个 execlude ex吧 简写 然后etc下的个别文件我不想打包 比方说shadow文件 boot下的个别文件不想打包 比方说boot下有什么文件 找一个 比方说 这个常常的文件吗 这个文件 好 这两个文件我给它过滤掉 不打包 大家看啊 现在有两个文件啊 一个是list的文件 这个文件就表示 我要将来打包的文件列表 而这个ex 就代表的是 这个一些文件 不打包 排除 明白了吧 那接下来我们用 t后面跟上这个 第一个文件 x跟上这个文件 来进行打包 当然这个z的话 刚才说过 是不是打包成 gz后缀的呀 那我就是ta 当然我这回想打包成什么呢 我想打包成那个 xv后缀的 xz后缀的 应该用哪个选项来着 大g 比方说 我们就list xz xz 当然我们后面跟上t 这个文件 -x是ex 没有了吧 好 这样 可以打包 这里面需要大家明确一点 就是打包压缩 是要付出代价的 虽然你节约了磁盘空间 你是要牺牲cpu 做计算的 对不对 要消耗 系统资源 所以有的时候 我们后面还会学习到 有的时候 我们可能反过来 反过来干嘛呢 就是我们是牺牲磁盘空间 来得到更多的性能 现在我们是牺牲了性能来换取空间 听懂了吧 有的时候我们反过来了 可能我用更多的空间来换取性能 这都有可能 所以就看你需要什么 这都是有相应的方法 当然显然一见 我们要得到一些东西 必然会付出一些代价 是吧 不论你是牺牲性能 牺牲空间总得有点代价 所以你们要拿到高工资 还得努力学习吗 不要想着睡几个月 在这上课不听讲 上课睡觉 睡上好几个月 然后你就是出去以后 就能拿到好工资 不现实 好了 那现在你看我这已经打包 打包完了以后 刚才说的这个文件 这个文件已经生成了 然后咱们可以预览一下 预览一下 预览的话用 TVF 记得吧 预览的时候咱们分页显示一下 分页显示一下 当然这个文件太多了 这样过滤一下吧 我们去过滤一下 有没有shadow啊 有没有刚才说的 那个ETC下的shadow 没有吧 这个不是啊 这带杠的你看见没有 这不是 对不对 包括刚才说的这个文件 也不是被过滤掉了吗 包含在这里面的 如果没有包含关系 是不是就用不着这样写了 对不对 好了 接着来我们来看看 把它切割成小文件的问题 你像刚才这个文件 咱们已经打包够大了 这个文件 在论坛上传复件的时候 它是有文件大小限制的 对吧 对 对 以前很早以前 我去一个网站叫IPPOWER 这个我当然不知道知道 不是了 这最早是做数据库 出家的 就是一个非常著名的网站 这个网站都好多年了 做Oracle数据库 各种数据库 技术论坛 是个论坛 当年都喜欢在那灌水 里面有一个什么 海阔天宫的一个论坛 这里面专门聊 加上米短的那件事 当时有很多人写 有一些什么附件 比方说数据库的一些 相关文档比较大 像传上去 它那附件就有限制 所以这时候 你要把它切割成小文件 那怎么切呢 咱们这有一个切割命令 叫Split Split B后面跟上大小 表示我要切割成 每个小文件 一个小文件多大呢 一兆 D后面跟上文件的名称 然后后面再跟上前缀 这个前缀表示 我要把这个大文件 切割成小文件 每个小文件的前缀是什么 那前缀是这个前缀 然后那么后面要跟什么呢 那每个文件都是一样的前缀 那后缀跟什么 跟数字 D就表示数字 听闻了吧 它这个数字是自动生成的数字 那咱们来看一看 对 Split 然后 D 我们后面跟上刚才说的 我跟上一兆 我把它 但是一兆太多了 95兆 跟着10兆一个 10兆一个 这样的话 咱们能切成10个文件吧 应该 但是最后一个文件 肯定不到10兆 是不是 最后一个文件 应该是5兆吧 然后 B 每个文件的后面 加后缀 加后缀 加上什么后缀呢 是数字会后缀 接着我们要指定 它的前缀文件名 比方说前缀文件名呢 咱们叫什么呢 叫A.ta 也就是说把它改名了 相当于 原来叫例子的ta 现在我叫A.ta 后面根数字 切割成一个一个的 当然这个-B选项 最好是放在前面 好 写错了吧 这个写错了 这个是B 这个是D 是不是 写反了 好 切一下 看看 出来没 看到 这就是最终生成的结果 你看 你对照一下 这是A.ta 生成的文件名 文件前缀 001020 这是怎么来的 是不是D来的 听懂了吧 你看一个文件 是不是10兆 最后一个不够10兆了 是吧 当然我们也可以不加D 不加D的话 它就生成的后缀 不是那个 我换一个叫B 你看 再来看 你看看它是什么样 看到后缀什么样了吗 这个后缀 这个后缀 你会切割了怎么合并啊 合并太简单了 合并呢 就是Cat把它组合起来就完了 就这么简单 Cat 比方说 我们叫A.ta 先重定向到A.ta 我们刚才是XZ 是吧 这就是 刚才有一个 这个 List 好 现在就合并了 你看看A.ta 你看看A.ta .xz和List 原来那个文件 怎么样 大家一样吧 一样吧 这不就合并了吗 明白了吗 很简单 合并就这么简单 所以遇到一些大文件 想切割 什么媒体了吧 切割一下 Split 接着还有一个小工具 大家后面呢 在一些文件中 会看到这种特殊格式的文档 像我们这儿 有一个文件 在boot下 就这个文件 你看 看到这个格式了吗 这个文件 它是一个CPIO的存档格式 发现了吗 这个文件 那这种文件 它实际上也是个打包文件 也是个打包文件 有点像它 它换句话说 这里面是不是应该是包含了好多小文件的 是不是 那这种文件怎么去处理呢 咱们对应的有个工具 叫CPIO工具 它可以来处理这种 其中CPIO常见的选项 -o 是将文件 打包 把文件复制 打包 成文件 我也可以将文件 重定向 或者是输出到设备上 -i 正好是解包 它是将打包文件解包 夹缩相当于解包 -t呢 是预览 -d -vn是查探过程 -d呢 是解包时候生成相应目录 -c呢 是有相对比较新的一些存储方式 咱们看看例子啊 这个写法 大一号小一号 那这实际上是标准输出 输入 重定向 那其中大家看这个 这个可以把相应的前面的命令的执行结果 当然这条命令执行的命令 效果是什么呀 这是不是就是把ETC下的所有文件显示了一遍 显示这遍以后呢 它用这个-o v 就是从前面的命令的标准输入 输出作为CPIO的标准输入 而CPIO的输入 -o呢 是把前面的命令的 这个这些每个文件名进行一个处理打包 打包到一个文件里去了 用这种方法就可以相当于把这个文件打包成一个CPIO后缀的文件 打包完了以后呢 你可以用这个命令来预览一下它的内容 T是可以预览 I呢是可以解包 但是解包的话用这种重定向 解包可以把这个文件给它解开 解到哪呢 默认是解在当前目录下 这个咱们可以看一眼 比方说我们来试试 Find EDC咱们少一点 把这个文件 CPIO 然后我们这儿 OV OV 然后我们用重定向把它放到SysConfigure 这个文件里去 CPIO 好 那现在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文件 是一个CPIO格式的文档 这文件已经有了 那要预览里面的内容 怎么预览呢 CPIO-tv 小一号 小一号 这预览文件的文件名 看到没有列表 当然我也可以解开 解开的话是 ID 当然解的话 解在当前目录下了 当然我不能解在boot下 我找这个目录 把这个目录全删了吗 好 我解在这儿 解在当前dat目录下 当前目录下没这个文件了 我刚才是放在boot下了 是吧 好 解开了 解开以后 大家看 TV 不对 我不是TV ID 看 看解到哪儿去了 看解到哪儿去了 是不是解到这边去了 就是他没有解到当前目录里面 他解到哪儿去了 解到 ETC下去了 IDV 我看一下 它的路径 TV 我看看它的路径 哦 那真是 为什么呢 大家看这写的是绝对路径 看到没有 那这是绝对路径 所以我们解的时候 也解到绝对路径上 解到绝对路径 那就意味着解到哪儿去了 解到它原来的路径里面 原来在哪儿去解到哪儿 看到没有 它就会覆盖 当然覆盖的话 刚才看到了 他说 他说什么呀 他说没有创建 为什么 因为都是样心嘛 对不对 所以他就不覆盖了 那这个就是解开 解开 这是可以做到的 CPIO 好 这是我们说预览 解包 预览解包 解的话 当然因为你打包的时候 是带的是绝对路径 所以他解的时候也只能解到绝对路径 刚才我们看到的boot这个目录 这个文件实际上 RimFS3这样的一个文件 CPIO 我们可以用来预览一下 ATV 看一看 这就是他的文件列表 看到没有 但是你看这个文件列表 他是不是没有带路径 是不是 没有带路径 我们是不是就可以把它解到当前目录下 比方说你看我在data下不是空的吗 我们把它解开 解到data下 当然这应该是写 D 是吧 看 解到当前目录下了吗 内核 你看这不就是全是在kernel这个文件价里吗 是不是解下来了 是吧 没有了吧 所以他打包的时候如果是带绝对路径 是不是就只能解包到绝对路径 而我们打包完了以后你看人家的文件里面是只是带了一个文件名 没有写绝对路径斜杠是吧 所以解的时候是不是就可以用相对路径来解到任何目录下 你解了吗 给他这个地方是这样的一个逻辑 好 后面呢咱们会给他介绍一下 比方说刚才提到的CPO这样的一个工具 这个文件里面到底放的是什么 咱们尤其会给他介绍在Linux启动的时候 这些文件到底有什么用处 如果把这些文件破坏了 系统会出现什么问题 出现问题如何来解决 在生产中就像Windows一样 大家可能也会遇到说机器呀起不来了等等一些状态 一些故障 咱们会告诉大家怎么来排错 怎么去修复 当然从装系统对Linux在讲是就太low了是吧 我们要学会修复方法 好这是我们看到的这些小工具 那这张讲的工具就这几个 咱们一块来把它填到我们以前的学习的那个命令表里面 学了哪些小命令啊 刚学过的是吧 CPU还有咧 TAR 你就是倒着说是吧 刚学的赶紧有意义 赶紧说一说 TAR 还有啥 SPLIT 还有啥 FID搜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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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还有一个更新数据库吧 FID搜索 那后续我们又学了好多压迫工具 什么 Compress Compress 还有什么Uncompress 这都是一块的 还有什么Zcat之类的 还有什么类的 Gzip G打头了 G onZip 还有人 BZip2 B onZip2 还有谁 BZcat 还有人 Z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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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ip压缩那个 Z 还有个XZ的吧 XX XZ ARTS Z ARTS 还有什么XA,ARTS A,ARTS 对,这个 彗文iy carpet 彗文iy steady 腹里有了 腹里有了 Fam Θ경 哟 又 又學了多少张命令了 哦 查一下行有多少行这是 这个计时本功能弱 显然复制出来 复制到Linux里查一查 复制到Linux里查一查 Linux随便建个文件是不是就能查 你贴 16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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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多啊 咱们至少也得学个300多条常见工具 可以了啊 你们学的已经很多了 你问问那些老工程师 咱们这登附一些命令他们有的都不知道 常用的没那么多 经常用的不多 但是这些工具你至少不一定记得住 但是至少知道有这样的一个工具 能做什么事 万一用到了你一查 是不是就可以用起来 你别说你不知道这个工具就不太好了 是吧 对 好了 这是咱们给他介绍的文件的搜索和压缩 你们状态怎么样啊 状态好不好 可以 可以 状态好咱们就又开始找圈圈了啊 哈哈 赛的命令呢功能很强大 当然咱们不是讲过吗 文本处理的三件课 记得吗 我们已经学过一个工具了 还有一个工具是SED 还有一个工具是AWK 这三个工具呢 可以说是运为工作 必须掌握的三个工具 当然剑客 可见能力很强 能力很强 招数太多 套路比较多 所以你可能一时半会消化不了 哈哈 好那咱们来看看这个工具啊 SED工具呢 它比GRIP 强大在一个地方 就是SED命令 它不仅能够对文件查看 它甚至还可以修改文件 这一点确实是GRIP做不到的 GRIP是用来过滤文件 是不是从文件中超出 就是过滤出一些特定的数据 而SED命令呢 它能过滤 同时也能够修改文件 这一点相当有用 因为咱们 比方说 比方说我现在想实现一个功能 我想在特定的文件中 你想我在这个文件里面 我想在82C里面 加上我希望加的别名 而我加别名是想加在哪呢 加在这行的前面 是加在这个行的后面 就是插在中间 你想想我们要用什么工具才能做到啊 以前的话是不是就交付式的用VM直接编辑啊 但是显然意见 将来我们要批量的去执行这个修改 比方说你现在面临的一百代机器 都要把这个文件改了 这时候我们就要用到SED SED可以非常方便的来批量执行 你可以把它放到脚本里面 批量执行 这样的话 我们上次课不是说过一个reset这样的一个脚本吗 那reset脚本我们是不是希望 将来自己在你每个人的自己的机器上 要修改一下这个文件 加一些自己喜欢的别名 对吧 那怎么改这个文件啊 改文件就要用到SED了 一跑这个脚本配置文件什么都改完了 非常方便 所以SED工具呢是大家必须掌握的 当然SED呢有点到啊 好我们来看看SED命令的用法 这张咱们就讲SED啊 实际上说白了 咱们虽然花了一张的时间讲 也是把一些常见工具讲完了 至于更高级也没有全部都涵盖到 不过一些常用用法大家掌握就够用 SED是一门语言 可以想象 你学一门语言 咱们花一张时间一会就讲完了 不现实吧 事实上大家应该做好心理准备 我们会学很多种语言 Bash不就是一种语言吗 SED也是一种语言 后面AWK也是一种语言 每个工具都可能有自己的固定语法 都有自己的语言 包括我们后面学习的好多软件 都有自己的语法 都有自己的语言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SED命令的特性 首先SED命令它是一个行编辑器 什么叫行编辑器呢 SED命令它实际上是来自于这个单词的 取的这几个字母 看到没有 为什么叫行编辑器或者叫流编辑器呢 Dream是流的意思是吧 它实际上是这样的一个工作特性 它的工作原理是这样的 这是我的一个文本文件 假设这个文本文件有很多行 当然所谓的行是由回车换行来标识的是吧 那么在SED命令运行的时候 它会在内存里面开辟一块空间 这个空间名字咱们有专业的称呼叫模式空间 叫patternspace 这个模式空间说白了就是内存中的一块空间 这是内存啊 这是内存 咱们知道文件是放在字盘上的吧 是吧 这个文件它里面有很多行 那么在SED命令处理的时候 它自带功能 一个功能就是它每次自动的会读取此文件的某一行 在第一次的时候我也会读取这个文件的第一行 换句话说就把第一行读取进来了 就放在这儿了 听懂了吧 那自动的就把第一行就读进来了 这是第一行 我用数字来表示它们 它第一次就把第一行读进来了 读进来以后 默认情况下 系统会有一个行为叫打印 它默认就有一个自动打印功能 换句话说读入一行以后 它自动就会在你的屏幕上 怎么样 就把这行给你打印一遍 听懂了吧 当然这个功能是可以关掉的 就是我可以让它不自动打印 关掉这个自动打印功能也可以 需要配合选项就可以做到 打印完以后 然后可以按照你定义的逻辑关系 来处理这一行 比方说你可以修改这一行 搜索替代这一行 或者是只是挑特别的内容做显示 这都可以做到 处理完这一行以后 紧接着系统会自动的 跑到这个文件里去读取第二行 而且默认情况下 读进来以后 通常来讲默认第一行的内容 就被删掉了 这里面只留了第二行 当然这是默认行为 我们也可以保留原来的文件内容 就是原来的第一行也可以保留 但默认情况一般来讲就是把第二行 读进来这里面放了第二行 当然默认情况下读入第二行 是不是有个自动打印啊 是不是有可能就把第二行给打出来了 然后接着我在第二行进行处理 这个处理的时候可以挑选一些数据 来进行什么删除啊 或者搜索替代啊之类的都可以 处理完以后 紧接着它自动又会把第三行读进来 再把第四行读进来 一直把这个文件整个处理完 SED就结束了 明白了吧 这是SED的工作原理 那么SED命令默认就会自带循环相当于 自带循环它是一行一行处理的 所以为什么叫行编辑器啊 一行一行处理 它自带自动就把第一行读进来处理完 第二行读进来处理完 第三行就一行一行处理了 这是一种默认行为 刚才说的模式空间 英文单词如果写的话 就是patternspace 好 这个是它的官方文档所在的地址 给大家看一眼 大家看到它这个SED命令是属于 GNU项目里的这样的一个软件 这是它的说明手册 所以如果大家想细节上了解这个命令的实用 你可以来把它点开看一看 而且还有例子之类的很多 好 行了我相信大家不要去看 好 接下来我们来给它介绍一下 接下来看看SED的基本语法 SED命令的基本语法是这样的 后面跟选项 当然选项很多 稍后我们介绍 选项后面跟上SED命令的脚本 刚才说过SED命令本身是一种语言 因此SED命令后面可以跟上SED命令自身的语言脚本 当然这个脚本注意是SED语法的 不是我们前面说的BASH语法的 是SED语法的脚本 语言 然后紧跟着就是你要处理的文件内容 就是处理的文件名是什么 处理的文件名叫什么 其中我们看一看这个脚本它的格式是什么 这个脚本格式倒没那么复杂 它的内容包括两部分 第一地址 第二要处理的命令是什么 而地址我们来看到底有哪种格式的地址呢 这种地址有第一不给地址 如果这样不给地址 那就意味着是对整个文件全部的所有行都这么处理 刚才我们说过它默认的工作原理就是读入一行 要对行处理 但是处理的时候你可以挑着处理 比方说我只处理第十行 那也就是第一行第二次行第三行 看不是第十行我就光读进来我就不做处理了 只有第十行的时候我才做处理 所以它这个地址就标示出你要对什么行进行处理 对什么行进行处理 所以我们这儿有一个地址 这个地址如果不写 就是整个所有行都处理 但是你也可以写某个行 行的话很简单 就写行号就行了 行号写个数字 比方说我要处理第十行 就写十就可以了 就表示第十行 当然你也可以表示最后一行 那就是Dollar Dollar 表示最后一行 甚至还可以支持正则表达式 你可以把正则表达式放在两个斜线中间 那换句话说 它读入一行 看你是否匹配这个正则表达式 如果匹配好 那我就处理你 如果不匹配 那我就读入下一行 听懂了吧 那是不是相当于一个过滤条件 只有满足patter定义的行 我才进行处理 那同样道理 我们也可以Dollar 这个patter它是个模式 正则表达式 那匹配此模式的行 有可能有好多行 那比方说你这个文件有100行 其中有10行是符合patter定义的 那么它就把这10行进行处理 其他的90行就不做处理了 接着还有还可以表示范围 比方说我们可以写 从第几行到第几行 比方说我先写10到20 就表示从第10行一直处理到第20行 可以挑着来处理 当然它也支持加 那你应该猜到什么意思了 如果是10加20 什么意思 从第10行一直处理到10加20 那就是30行 明白了吧 当然它也可以写成这种模式 逗号之间隔开 你应该猜到什么意思 那就是我找文件 如果发现其中有一行满足这个模式了 好 从这行开始我进行处理 一直往下找 什么时候就结束了 满足第二个模式匹配的行就做结束了 明白了吧 这中间的所有行我都处理它 其他的行我不处理 它也可以混用 就是行号加模式混用也可以 从第几行开始一直往下找 直到模式匹配结束 这中间的行我都处理 好 此外还支持布计 布计呢 再加5 那就是157 是不是13579 就这样 奇数 当然也可以处理偶数 好 这是我们刚才讲的这个地址定届 那其中 地址 这是排在第一个的 注意 我们要脚本放在两个单影号中间 地址定届完了以后 我们要对这些地址干嘛 后面就要跟命令了 命令其中用的比较多的就是批 P呢 是打印当前模式空间的内容 追加到默认输出之后 还记得什么叫默认输出 刚才我们说过 是不是有个自动打印啊 你读入内行它就自动打印 那如果你跟上P的话呢 就是又打一遍 就打两遍 你不加P它就默认就自动输出的 你加上P这个选项 就现在又打了一遍 好了 那咱们来举个例子就知道了 现在比方说 我为了让大家看得更清楚一点 我放到这个文件里面 大家看这个文件就是个数字啊 现在set 然后我去加上里面的脚本 刚才说过脚本是有两部分组合而成 一个是它的地址 一个是它的操作命令 那现在我想写二 二是不是就是第二行的意思 P什么意思啊 打印第二行 那你光写了个二 那就意味着我这个文件不论有多少行 反正你只处理第二行 那其他的行不做处理了 但是不做处理我们说过默认是不是有一个自动打印啊 所以你应该猜到它的结果是什么 二打印 它把所有行都给你自动打印一遍 因为独一行就要打一遍了 独一行打一遍 但是一看是二 它就会单独再打一遍 也就是说第二行将打印两遍 咱们看看是不是这样 看出来了吧 其他的行就是因为自动打印时间 默认就有个自动打印 但是这个自动打印你可以关掉它 关掉的话 有一个专门的选项 就是我们前面就说的N G不自动打印看到没有 N可以把这个自动打印关掉 那关掉自动打印 那你应该猜到结果是什么呀 二 是不是只显示第二行 哎呀这个太好了 为什么这样讲啊 咱们以前折腾过一个功能 想显示这个行 我们以前是不是Head tier这么组合的呀 现在是不是咱们就可以 终于有更简单的方法了 对不对 合同了吧 所以大家学的工具越多 哎你发现越来越方便了 是吧 好这是我们刚才看到的这个选项 那现在请问我想实现以前的功能 比方说我就想实现固域 我想在etc pastupd里去找带root的行 以前咱们不是用group做的吗 现在请问你用set做怎么做呀 用set怎么做呀 实现这功能 也想搜索那些root开头的号 就是root包含root的号 怎么做呀 中间写脚本呗 这脚本格式是啥呀 哎我们刚才这个地址定界呢 它不是有多种语法吗 第一种不给地址 第二种是单地址 单地址不用过二了吗 我们这儿是不是还可以写成这种形式 是 你看如果我们写2p 是不是就把第二行单独打一遍啊 当然我们加上这个是不是就只写是第二行 当然我们这儿也可以写上什么dollar 这啥意思 是不是就是最后一行打一遍啊 那我们这儿还可以写模式 模式就是正责表达式这个地方可以写 所以你应该明白了 如果我要想实现这个功能怎么做呢 那不就是root我们就完了吗 是吧 当然我们这实际上没有用到特别复杂的正责表达式 是吧 光写了个root字符串 那这个就是包含的意思 当然我现在想查这个 我想查什么呢 root开头的号怎么办 那是不是就是托字符 就是两个斜线中间你写正责表达式就行 分解答吧 正责表达式 默认side命令用的是基本正责表达式 他也支持扩展的正责表达式 扩展的正责表达式你要用的话 得跟上r选项 明白了吧 不跟默认用的是基本的正责表达式 不跟默认用的是基本的正责表达式 那你看现在我想显示 第二行到第五行 你看 你看他显示的应该是第二行到第五行 你可以对比一下啊 你看这个文件的第二行到第五行 是到这吧 你看这是不是就实现了二到号五 是不是就是从第二行到第五行 当然咱们也可以用加号的方式啊 加号的方式啊 那如果我们写上加三 那如果我们写上加三 啥意思啊 这不还是二到五嘛 是不是 从第二行一直到二加三五 那就是二到五行 这也可以 可以表示 这都可以支持 当然咱们还可以支持 这种写法 正责表达式 比方说 我从B开头 一直到F结尾 就是B开头的F结尾的这些行 那我就可以这样写 逗号 B开头 B开头吧 F结尾的行结束 那来咱们看看 它是不是能显示出来呢 怎么样 出来了吗 看上了 是不是可以挑出那些特定的行 当然有人说 那如果后面没有F 开就是结尾的怎么办 比方说我随便写一个 随便写一个 这个是不是就不存在这样的东西 不存在的话 那你说咋办啊 它 那只好找到底了 因为它的处理机制是 他不知道后面有啥 他先找到B开头的 那开始就符合条件了 找一行就打印一下 找一行 直到找到最后发现 一个都就没有这个FF结尾的 那那完了 反正已经打完了 因为他读一行就要处理一行 他读一行就要马上处理 明白了吧 不是说整个处理 把这文件处理完了再打印 它是一行一行处理的 听见了吧 这是他的工作原理 所以带来的结果就是这样的 所以后面这个不匹配相当于就是 从这开始全都要了 是不是意思啊 好 这是刚才讲的 当然我们再看看这个 我们刚才这个F1文件比较直观 咱们拿这个文件来说 对呀我们这用双引号单引号 通常来讲应该都行 但是我们建议用单引号 建议用单号 你看不过用双引号试试啊 你看我们用1波浪符2 看是不是基数打印 因为1呢代表第一行开始 每次以2为递增嘛 1357什么递增 当然我们也可以用2开始 对吧 这是不是就是偶数行 没问题吧 这个面试题也经常用啊 面试题老提 有时候老有这种题目 请你打印基数行 偶数行 用什么命令 非常简单 咱们后面还会讲一些工具 也能实现这样的功能 现在将来面试的时候 这些题目 你最好提供至少两种方法来实现 这样的话 别人即使做出来 他用一种方法 你用两种方法 是不是 你比他强 只要你比别人强就行了 只要比他多一点 你是不是就面试成功了 好了 这时候刚才我们看到的 这样的一个功能 其中我们来看还有这些选项 咱们来看看什么意思啊 刚刚咱们加过了 是把那个自动打印给他关掉 E呢是多点编辑 多点编辑 那多点编辑说的就是 我可以操作多次 比方说我这可以这样写 简单一点啊 明白意思吗 那就是你可以把这个脚本写多个多次 这样的话是不是相当于处理多次 2P是不是显示第二行 6P是不是显示第六行 对不对 你想两行都打印 你是不是就可以这样写 好 这是我们刚才看到的多点编辑 此外 咱们刚才写的这些指令 如果你经常要重复使用 有的时候呢 那这个脚本指令是比较多的 就是有可能写的比较长 比较复杂 这时候你可以考虑把它专门写到一个文件里面去 然后说我放一个 赛的这样的一个指令 赛的指令 赛的 赛的脚本 这样的文件 那这里面放什么呢 就专门放你 刚才引号里面放的这些命令 例如 我就简单一点 我把这个放进去 好 这个文件里放的就是这一行 然后呢 现在我调用的时候 我就可以不用写了 我就可以用 set-f 后面跟上文件 当然我这是不是要加上-n 不加-n 它是不是又自动打印了 没有这意思吗 这个文件里面 是不是就相当于把这个引号里的东西 放在这文件里面 就不用每次写那么长了 就可以下次重复调用了 还有R刚才说过了 正则表达式是可以支持扩展的 这个还是超级勇用的 这个我们稍后再说 它实际上是对文件进行修改的 这是就是我们刚才强调过的 赛的命令不仅可以查看文件内容 重要的 它还可以修改文件内容 好 这是我们赛的命令的 这样的几个 地址定届 那当然 除了刚才讲的 D命令和P命令 D呢是可以删除 它可以删除 什么意思呢 是这样的 如果我们这样写 2 D 注意啊我是D 首先明白 F1里面放的 是不是1到10 是个数字啊 那么2D你应该猜到了 那就是删除第二行 看出来吗 它默认是不是有个自动打印 好 结果你2D 好 删了 把第二行删了 删了以后它也就不打印了 没有了吧 没有了吧 这个可以做到 D 这儿还有个碳号很有意思 碳号是模式匹配 行取反 注意这个取反呢 要放在这儿 这成什么了 正好反了 就是除了第二行 取它全删了变成 这是不是正好反过来了 光留下第二行 所以这个还是很有用的 取反 它是相当于这个碳号 相当于把前面的这个模式 给它取反 前面不是2吗 取反不就除了第二行吗 对吧 那如果说我们是这样 etc pluswd 刚才咱不是写过模式吗 比方说我们想显示 我想显示root 包括root的行 当然我这个自动答应给它 关了 这是不是就包括root的行 但我是不是也可以取反 那正好反过来 就变成什么了 就是不包括root的行 你看这个这里面 你看第一行是被过滤掉 没有了 因为第一行是包括root 明白我的意思了吗 这是不是就是前面的模式 取反的那些行 看到了吧 太好 所以这个用法还是常见的 那接下来还有一个是等号 等号呢 它还可以把这个模式空间的行 加个行号 因为我有的时候我不知道行号是多少 你看这个第几行我搞不清啊 所以我们这可以考虑加行号 加号号呢 你可以用等号 看了吗 等号就要是 哎 到底第几行啊 第一行和第十行 当然你要是加上p 加上p看看 不支持啊 那样写不行 这是加行号 我们就是把这个等号 加上以后就显示出行号来了 显示出额外的行号 有几行 分别是第几行 处理第几行 好 那除了我们刚才说的这些操作 还可以在找到的那些行里面 去修改数据内容 比方说在前面加呀 或者是后面加呀等等 这个也都可以实现 不过我们休息一会儿 待会再来试一下 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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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